幫熊讚綁圍巾 阿伯跟熊讚合體 玩得超開心 但現實生活 可不像熊讚這麼和蔭可親 日前名嘴在政論節目爆料 說柯P在大陸買春 讓阿伯哭笑不得 智商很低的人 一直覺得別人智商也很低 問題是你們要抹黑 抹防 抹紅 能不能手段高一點 我看起來打得有點多 受不了 柯P縱化開轟 因為政論名嘴指證俐俐 長得好像清零現場 他說有人會拿出一個花名冊 花名冊就有一些美女的照片 那你只要呢 這是柯文哲講的 他說只要你在上面 填寫你的房間號碼 這個小姐今天晚上就來你這裡 其實這種東西都很容易查證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當然是都有死不疲 我也在想這問題 楊憲童也沒有在現場 那到底是聽誰講的 不只阿伯動怒 柯P縮子陳佩琪 也在臉書開炮 表示這種 誤賴別人的手法 實在不怎麼高明 關於政治 特別是牽涉到選舉 實在太可怕了 那任董事長的話 已經有那個 他有很生氣嗎 沈醫師有很生氣嗎 來 謝謝 好來 越接近選舉 光怪陸離的指控 也就越多 柯P數大招鋒 也只能見招拆招 一一破解 熱水溫仙光圈 SNG小組 台北報導